兩顆黑潮龍蝦丟進沸騰鍋中 燙熟起鍋再擺盤 一整隻放入碗內 再挖個幾池海膽點綴 另一頭這一碗 明明是台灣平民美食滷肉飯 搖身一變浮誇滷肉飯 一碗竟然要價一千兩百元 你買單嗎 它龍蝦好像是全身都可以吃的吧 所以我覺得很特別 一個人吃的話 可能沒有那麼多的預算 要是我的話 也會選擇跟朋友分食 因為它的分算 它是一千的 可是它分量的確蠻大的 那一個人吃的話 可能會真的有點太撐 另一家黑毛豬鹿切片 搭上炙燒過的松板豬肉 飯店也推高檔滷肉飯 套餐價五百六十元 想賣給觀光客 飯店裡面的話 其實很多外國客 或者是本地客 都很想要來一場 我們的台灣小吃 那我們希望做出一些市場區隔 所以我們特別就是 加了一個黑豬松板豬 然後還有豬肚 那讓整個菜色裡面 再更加的豐富 平民小吃不夠看 改走奢華路線增添話題 新北市也有業者用鮮蝦鮭魚卵 當作賣點 推出超行肉燥飯 麵線鋪滿十八隻蝦子 一碗藥價超過三百元 台中甚至有業者推出 超浮誇國燒意麵 內含十種海鮮 一碗售價將近一千兩百元 庶民美食成了創意 頂級料理 想吃得起 口袋要夠深 但好不好吃 全看個人 金新聞乾杯新的預知 藥坦報道 立刻下載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一手掌握新聞